穿着厚重的冷衣 这些人准备在冰天雪地的环境内 生活100个小时 不过他们可是冒着生命危险住在这里的 因为这里的温度居然是低至摄氏零下50度 配合波兰某所大学的实验 三位实验对象将在人造的严冬环境下 进行各种的日常活动 要搭帐篷 爬进地洞 又爬出来 还要骑脚车 你看就连走美不露 每口呼吸都会吐出白烟 零下50度 这几位大哥你们受得了吗 看来前来参与实验的大哥们都乐在其中了 这一项实验将在这个星期六完成 预祝这几位勇于挑战极限的大哥们 顺利完成实验